欢迎收看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半的百革城报 我是佩思 8月才过了几天但全球各地接连发生天灾惹祸 今天早上报章除了买报和英文报 大部分中文报头条都是云南昨天的大地震 包括新洲日报、中国报、光明日报以及南洋商报 而南商报头版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新闻是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王慧康透露 大马的毛艳和经验以及棕油念乳预料不久后 通过中方的检测标准就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 接着是英文报和买报章 他们头条还是锁定在以色列和加沙的战果 包括买报的每日新闻和马来前锋报 以及英文报的新海峡时报 这三家报纸头条中 每日新闻凸显以色列再次轰炸一所联合国组织的学校 造成当地巴勒斯坦人10人死亡30人受伤 马来前锋报用一名以色列著名的谈判专家巴斯金的谈话来作为头条 指出加沙巴勒斯坦的以色兰抵抗组织卡马斯 几乎不可能被坠毁或击败 经海峡时报用了一张青年手中抱着一名生死未卜的孩子 强调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深陷在恐惧中 新报头条 不是加沙战火而是关注在国内对伊波拉病毒的防范 包括卫生部指出会加强机场的检测机制 以及检查曾经回非洲的外籍生 现在马上来为你跟进云南大地震的最新消息 根据中央电视台早上7点的报道 云南大地震死伤人数已经上升到373人死亡 超过1800多人受伤 5.72万人被紧急迁移安置 根据中国大陆地震专家说 这是云南18年来最强烈的地震 由于地震属浅层的地震 加上镇央位在人口密集的鲁殿县龙头山镇 地震发生后 当地房屋几乎被移平 包括两间学校 许多学生生死未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 要把救人工作放在第一位 另外地震后除了灾区的通路毁坏之外 又河流被截断 造成水位上涨 威胁当地800多位村民的生命财产 距离镇央附近的乔家县 包股乡老店镇新店乡 也是严重受灾 接着为你跟进第20届 格拉斯哥供应会的消息 昨天大马与球队在最后一天赛事 连续夺下两枚金牌 令大马在本届购义会共夺的六枚金牌 与目标的迄今只差了一枚 昨天大马的最美女双 温可威和许嘉文 上演惊心动魄的赛事 最后以21比17 23比21比分 成功粉碎印度未免冠军队 蝉联的希望 大马新崛起男双组合 吴伟生和陈伟强则立聘三局 最后以21比12 12比21 21比15 击败新加坡对手 这也是他们在混合团体赛 半决赛之后第二次 击败新加坡对手 最后来关注大马房地产交易的情形 国家银行调升利息 和明年4月1号实行的消费税后 对大马的房地产交易 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马来西亚购物者协会 中文组主任陈忠林透露 房屋市场并没有掀起 抢购房屋热潮 反而许多发展商 营造房地产交易火热的假象 让人产生大家都买了 自己还没买的心理 不过大马房产经济工会里 是正水性预测 年底或明年初将会出现抢购潮 另外陈忠林也指出 发展商如今房屋计划 大多是上百万令吉 月入5000者 也难攻得起一套40万的房子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更多新闻请留意百革新闻